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苏老大书为您带来的刀团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大师赛小组赛 VG对战VGA双方BOR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首场比赛VG是先下一城 那么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第二场比赛VGA是继续拿全能 一手抢的是一个狮王 搬了一个毒狗 吃一线掌一致把毒狗给搬了 这样了VG前两手是拿出了蓝胖子和飞机 第三手补了一个DP 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大哥位和一个降游位已经确定 现在就看三号位跟这个分队的英雄怎么去选 VGA拿出了一个VS VS加全能加狮王的话 这个VS打一号位的可能性高啊 咱们这个直播间的观众都把裤子提好啊 把裤子提好 咱们好好看比赛好吧 嗯 再次感谢点各位观众的打赏啊 虽然现在没有人给我打赏对吧 但是咱们提前谢谢一下 明抢一波 好吧 明抢一波 那么看一下这个VG的第四手 男人 搬人方面三四手搬掉的是 呃 四五手搬掉的是女王跟这个蓝猫 还是防了一手VG的猫 知道尬的这个家伙比较厉害 那么搬了两个中单英雄 搬两个中单英雄稍微针对一下 看一看这个VG的第四手 走 救物 救物 救物可还行 哈哈 呃 VG这个第四手是拿出了一个暗影萨满 呃 暗影萨满 暗影萨满 摆出来衣服我要推死你的样子呀 这就是 暗影萨满加蓝胖子加飞机 这个前期 游走击杀能力爆表啊 这个这个组合啊 就蓝胖子加小Y 呃 飞机因为现在前期一般是加导弹 这个导弹这个技能呢 作为一个先手控或者是一个辅助控 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现在先手的飞机一般都是在线上当着你的面 对吧 贴着你的脸给你摔导弹 那么这个导弹只要出来了 你不躲 撞到你脸上 那么我后面的这个小Y跟男胖子如果跟上来的话 飞机再去配合给输出 是比较容易形成线上的击杀的 虽然说你这个VGA下炉应该是 你如果是兑现啊 如果考虑兑现的话 应该是让这个全能去对 这边VGA拿出了一个火枪 这种火枪拿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讲道理的话 要裤子不要内 不要内啊 你说要裤子不要内裤吗 方便做事 方便做什么事情 撒尿吧 那看一下最后一手的班人啊 VGA这边在最后一手的班人方面 应该是要考虑一下对方的这个 班力的无依 我怎么觉得这场比赛 VGA最后一手可以拿火枪啊 拿小黑啊 他最后一手拿小黑 拿VS打酱油的话也很强啊 VS提供光滑和肩甲 那么外加能够去救自己的队友 小黑加火枪两个输出 前排占一个双木碑狮王 再加一个全能 很强势啊这个体系 想一想都觉得有点小激动呢 但是我估计应该不会拿啊 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个猜VP猜的特别不准 我只是懒得猜 因为这个VP这个事情我觉得 我还是更希望就是我胡说八道的这些阵容 能够多看到一些 这个对于比赛的观赏性来说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当然了对于比赛的一个战队来说 还是要成绩的 比如像这一手他们就肯定会去拿一个酱油 你看拿了一个大鱼 配合用来给剪甲 给控制 外加作为一个先手 去辅助自己的队友这个比较短的控制呢 比较短的这个控制距离 也就是VS的这个控制距离 大鱼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呦 等会这是个一号位大鱼 呃 一号位大鱼 咱们直播间观众问DP裙子里边有内裤吗 哈哈哈哈 我问一下你看见现在的这个DP 你还希望他有内裤吗 啊 现在这只DP你还希望他有内裤吗 你知道他你知道他这个下半身那个里边是屁股还是嘴啊 呃 这场比赛在这个呃 最后一手拿出的是个一号位大鱼 你别说这个一号位大鱼加二号位火枪还真是有点厉害 大叔你 我没说什么呀 那章鱼的嘴就是在他这个 这就是在这个现在死亡先知这个 这个胯下的位置啊 没我没说错啊 对吧 章鱼的嘴是这样的了 我不是屋呀同志们 举报 哈哈哈 这我没乱说啊 确实是这样 刚下VG一开始呢 那是五人 那个这波应该带雾了吧 你们不要搞我呀 为什么这个球边现在都不流行带雾了呀 这个雾我没听说雾被取消了呀 这个开局 哎难道现在开局没有雾吗 不能吧 我没没听说过这个改动啊 玩家视角 我看一下玩家视角 这个随便找一个玩家视角 没有取消啊 是有雾的呀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两边都不带雾出门了 现在都开始 都觉得带雾浪费钱吗 现在 都是五个人直接抱团去找人了 现在改上 也行啊 也行啊 倒是 这样还是双方各自去吃烈士路的两个神符 这样比赛一号位大鱼的话 放在了上路 这样比赛VG的这个VS明显是一个辅助位 VV的这个VS 酱油买不起 大哥不想买 鬼迹之物确实是贵了 这个倒是 这个倒是真的 80块钱的鬼迹之物确实有点贵 这 蓝胖子这个英雄中路健身的能力固然很强 但是他遭遇到的是一个狮王 这个就有点无解了 老十一这点是吃一颗大药 把自己的一个状态稍微补一补 VS加大鱼的这个双减甲加火枪 这场比赛VG这个阵容还是有点凶的 特别是VG这个阵容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充脸 他缺充脸缺的厉害这个阵容 在配合减甲的情况下 DP这场比赛是很容易被秒杀的 如果讲道理的话 这场比赛VG应该是要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这种护甲流 比如说什么这个大哥位 DP出个什么大勋章 加上莲花什么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挺有用的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初级的对线 从中路的一个发育和补导来看的话 这个火枪的日子过来 只能算是一般吧 因为毕竟两边都有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健身英雄 欧瑞不要站在这里边洗澡吧 你这个来来回回在这个里面洗澡是什么意思 还要摩擦一下 中路的一个补刀方面 目前DP只有2-2的一个正三波 而火枪现在已经是达到了一个8-2 前期欧瑞在对线的时候又被爆了 不过这个也不赖他自己 虽然上一场比赛他这个对线没打过 是他自己的这个基本功不如对方 但这场比赛还真不怪他 这个健身英雄差距太大了 再加上自己本身的一个弹道也比对方差 DP是冲脸 DP冲脸没用啊 你DP冲脸不是冲上你以后 尾着一个人的干啊 你这DP冲脸是冲上你以后 等着自己大招飞过来 这个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的 上路的对线方面呢 现在大鱼的日子也是明显要比这个兽王好过得多 这个对线又崩了 对线又崩了 只有拒绝者这一个点现在的一个对线是比较正常 那么VG这场比赛 光单纯从阵容上来讲 我还真不太看好 我总觉得VG这场比赛应该很有可能会凉 单纯看阵容很有可能会凉 明人不打暗架 这场比赛不是奶啊 不是奶 因为这场比赛光从阵容上来说 我现在看不到有什么能够处理火枪的办法 VG的这两个大哥也都不适合去出跳刀 就算出了跳刀也没有爆发 也打不死对方的火枪 所以这还真不是奶 上路这里是把狮王追到这个塔下 狮王回这 狮王为什么要回头一下 不过不回头也是个死 不回头也是个死 那么这样的话大鱼是上来拿到了一个一血 一号位大鱼 一号位大鱼 一号位大鱼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个英雄 很强真的很强这个东西 一号位大鱼除了不太适合打分身系英雄以外 其他的这种一号位大哥他基本都能处理得了 VG在下路是三个人过来搞了一波对方的全能 其实早就可以过来搞全能了 这场比赛中路你挂了半天其实也没挂赢 就是你的蓝胖子过来帮了很长时间的忙 事实上并没有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一个DP 在中路去搞出什么事情 或者保证DP的正常发育 现在补刀还是被对方抄了一倍 还是被他们压了一倍 这个地方蓝胖子吃了一个分身符 这波有一个减速 没用的呀 下来搞全能啊 下来搞全能绝对是收益最高的 你中路这样在这站着就没有意义 你不可能对对方有任何的影响可以说 而且你自己过来以后你还有可能会死 要不你就带着小Y一块来 这对方的狮王还跳个舞 跳个舞被分队A了一下以后呢 开始追分队 你要么就三个人都来 要么就不要来 就在下路去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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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对方的这个全能 让飞机不断的用飞机第一个导弹耗掉你全能的一个驱逐 你全能必须放驱逐 不放对方的小Y就过来拉 中路这个死了 感觉是死 等一会等一会 这个双膝还是有点凶 二级的吸血直接双膝挂上两个人的脸上 这个输出不够了 火枪这个英雄前期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是 平A伤害过低 看一下这个下路的全能 这波被对方击火了一波也没有死 上路兽王随着自己等级提升 自己的猪的等级高了现在是 猪的等级高了 而且他选择的是副飞斧 这个魔法爆发补的也比较足 上路大鱼 其实大鱼这个英雄如果对单打兽王是打不过的 呃兽王这个英雄由于自己的猴猪的存在 他在耗血方面的能力 比这个普通的近战英雄要强一些 而且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血量 一旦太低的话 有可能被一个六级的兽王直接单杀的 这个神符被VS抢到了 这个VS要看看往哪跑 这个猪开始粘 哎 没有队友过来帮啊 被对方捶上一下 狮王这里也是不追了 因为再追的话 这里有一个大鱼已经是蠢蠢鱼动 开始往过走了 呃 一千 那么维卡拿到一血 你踩一脚给上点灯 这个也让一飞斧 我能感觉这个兽王好像要死啊 小Y过来拉一手 啊我的 这个伤害真的有点太高了 这个点灯加猴以后的一个护甲是直接达到负十几一点 可以让这个兽王 确实是扛不住 而且这个双减甲加大鱼的这脚踩 伤害其实是很变态的 你不要看这个伤害只有175 满级是225 一旦是一个吼伤以后再加上一脚踩的话 再加上一个点灯的话 这个伤害确实是够 全能在下路 哎我就挺奇怪 为什么小Y跟蓝胖子不能去下路搞事情呢 你杀了就全能真的很好杀 第一个导弹破掉对方的一个磨免 这里直接过来网住 狩王的大招还在 这里等一下吼一嗓子 飞机过来一个导弹 再加飞斧 这个导弹马上怼脸 射在脸上以后过来再一个平AI 举着拿到对方大鱼人头 这样的话飞机的经济继续保持着全场无解肥 4100的一个经济 对方大鱼是3000 中午火枪2700 欧瑞这个点啊 你与其过来帮他 其实不如放他跟对方对单 因为火枪虽然说是能够在补刀方面压制一下这个DP 但是DP还是可以自己正常去发育的 就是你中路帮了半天以后 你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就是两个人的等等级都不高 真的其实蓝胖子可以搞更多的事情 这里再抢对方一个赏金神符 美滋滋啊 这不是蓝胖子 这两个神符人抢的美滋滋 输出支付宝 好的我看一下 国内的直播平台没有这种支付宝之类的打赏的提示 这个是比较尴尬 我去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封连一任甲这么大的一个红包 摸摸哒 你这个晚上可以把房间号告诉我了啊 讲道理 你点的济师已经就绪了好吧 嗯 决者在上路这波感觉是死了 嗯 应该是死了 这个垂住就死了 哎 哎 哎 这个 这 哎 这捶不住吗 哎呀 哎 这好弹疼 这跑太快了 这有个相位鞋 确实是不一样 这个地方没追上你可是有点要出事的节奏了 这兽王手里可是钻石大招的 哎 但是这个萨满上的这个位置有点太冒进了 直接被对方秒杀 这里火枪被对方给上一个G以后 血线也是被压下来很多 这里给上一个加速 这里兽王还是在找机会给大招 但是似乎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 火枪这波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拿到了一个人头 拿到分队的人头 只不过这个人头不太值钱 160块钱 等级太低了 买好肥皂了 超级去屋 哎 我挺奇怪 他这个YouTube的这个聊天的一个就是过滤的蓝胖来了 这四个字有什么可可被过滤的点吗 搞不懂啊 完全没有get到点啊 适合道理啊 这个 对啊 对啊就是蓝胖来了四个字 然后那个YouTube这边居然是要过滤一下 很诡异啊 老十一在上路现在手里面攥着一个大招 现在是二级的飞斧 满级的猪和一级的一个光环 这波是召唤出来了一个地狱熊怪 再加一波攻速 其实兽王这个英雄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个道具叫做支配头盔的 就是兽王他是可以走一个纯攻速流 就是支配头 支配一个这个熊怪 就是永远保证有一个熊怪的加攻速 然后呢支配头盔本身加攻速 他的光环加攻速 然后再出一个三级书 如果到了大后期很有潜度 还可以再出个强席 然后这个人就会发现你的那个死灵书那几个小人就跟疯了一样 真的死灵书那个小人会变成一个疯子一样的那个输出 攻击速度特别特别的bug 欧瑞现在的经济是3300 虽然还是追不上对方的火枪吧 但是也算是开始慢慢的能够去做出来一些自己想要的装备了 下一个装备还是选择先去出疯胀 疯胀这个道具在这场比赛当中很关键 但是讲道理的说 其实也可以考虑去出一个莲花 因为莲花这个道具跟疯胀一样 他也可以去解掉自己身上所有的一个减甲的一个buff 包括这个复仇的一个恐惧波动和大鱼的点灯 这个都是可以直接被驱散的 另外本身莲花这个道具他就加护甲 本身莲花这个道具他本身就加很高的一个护甲 10点护甲 然后可以去驱散对方的一个减甲效果 同时可以去弹一下对方的技能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不过可能先做一个疯胀 疯胀跟莲花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的一个优势相比的话 就是可以躲一下火枪的这个G 另外是可以被对方集火的时候能够去自救一下 但是我估计这场比赛大勋章和莲花他得做一个 要么就是尽快出兵甲 这里双大招 吼住 哎 控制好像有点跟不上啊这个 飞机的大招砸下来以后被对方在飞机被对方空插了 全能这里交一个大招 飞机冲在第一线直接被火枪A死 火枪没人管你这波团战量了 火枪没人管这个就量了 这个团战 这波小Y也死了 送了对方一波0换3 而且0换4了应该是 一换4 这里看一下追上来以后一脚踩 踩住我再接几个平黑一口奶 全能是完成了一波三杀这一波 全能倒是真没让人头 直接是一波三杀 VS的一波一换4 这个VG有点自己往上送的感觉了 这波团战没有 没有道理这么打 就是说你一个无解肥的飞机 你在打对方全能 尤其是你在全能第一时间 技能衔接不上的情况下 你不能去把对方直接秒的情况下 你这个团战是不可能打赢的呀 还有就是小Y的这个蛇伴 小Y的蛇伴是把自己的飞机给空插了 其实这个我也挺奇怪的 他空插了一个VS 然后VS换了一下 然后VS换了一下 其实空插的话最好选择的目标还是去空插 就如果你想空插的话 其实插这个人比较合适 插其他的人都不太好插 插的VS飞机 插的VS VS换的飞机 好像刚才我看 留那个观众说的 因为我没有往那边看 我当时的这个目光的一个聚焦点 是聚焦在这个树林里面全能这个位置 我再看这个VS 这个蓝胖子能不能过去跟上这个F 如果在全能醒来之前 这个F跟上去的话 这波全能应该是可以秒的 咱们有观众看到的是这个VS被空插了 那肯定就是被飞机给换进来了 这个地方没有看清啊 确实这个团战一波团战同时发生的事情有点多 那么现在团队的经济呢 VG还是领先着一点点 但这个领先主要也是靠着飞机在硬撑啊 飞机现在是80003的一个经济 兽王的经济跟对方全能差不多 全能刚才一波三杀以后的这个经济 是刚刚追上对方的这个兽王 这个大招吼住 飞服打上来 VS这波肯定是直接死 这也套着魔免 不过还是被秒了 VG的这一波进攻呢 是VS一个人过来的 有走的稍微有点深 想过来插眼 看他那个走位应该是 那么被对方直接找到机会 杀掉现在双方的人头数7比4 但是火枪这个点挡不住呀 比较大的问题就在于火枪这个位置 拦不住 你挡不住火枪 那这一场比赛就赢不了 必须要想办法去处理火枪 处理火枪比较好的人选是兽王 比赛一波四人开悟过来打热山 VS给上一个吼 减甲确实是多啊 这个打热山的速度也是很快 燕竟然扫了一下扫到了 但是对方这个热山盾已经要打完了 已经打完了 这波大鱼带盾 大鱼现在的经济是6800 排在几方第二 那么装备是假腿封点跳刀 这个大鱼如果不挡的 如果不不去制裁一下的话 这个大鱼一会发育起来是解决不了的 就他在团战的时候 他直接去牵你的后排出一个BKB 扛不住 而且如果你处理大鱼的话 对方火枪就没有人管 总觉得这场比赛如果VG拿不到场面上的一个绝对优势的话 或者是VGA这边暂时不打算进攻击的话 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打成一个彭光局 飞机的装备是选择相位封联 然后先出分身斧 不好打VG章比赛真的是不好打 对面这个阵容容错率太高了 确实是要依靠这个无解飞的飞机 讲道理的话 但是兽王的经济也很关键 兽王现在有点穷 说白了还是 兽王有点穷 DP有点穷 现在团队的经济的一个优势 基本上是在靠着自己的一个飞机一个人在前面硬扛着 但是随时被对方一波团打下来有可能要不 哎这个猪打断了对方这个跳 这个跳到跳不出来 大鱼也是没敢第一时间去跳踩 他其实刚才这个如果第一时间上来直接跳踩的话 这波团战我感觉VG应该是扛不住的 这里一个双倍被G的一个狙击手吃掉 这样火枪有230 240的弓 240多弓 这个就够用了 说话说刷猫你能拿多少 刷猫拿一半 火猫这边的礼物主播拿一半 签约主播能拿70% 我没签约就是一半 看见大鱼地角跳踩 爽好一嗓子 大鱼这里被变一个羊 火枪的位置还是没有人能切到 飞机这里给上一个导弹 开始往前找人吗 这里一个导弹飞过来 这里给上一个摩免 诶 第一个摩免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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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考虑上一下 好像放弃了 放弃了 全能的摩免现在因为不是满级 而且这个技能本身现在CD太长了 三级的情况下CD是长达22秒 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对方是大鱼身上有肉身盾 而且还是切不到火枪脸上 火枪下一件装备再做雷锤 那么VG选择的是 让DP和这个兽王两个人去下路推线 刷钱 尽王距离自己的挑刀还差一点 最主要这里又是拉了一波洋果 过来清一下洋果 现在飞机的输出确实是不低 但是他这个输出能打到谁身上 现在很弹头 而且火枪的经济线 已经是追上你的一个飞机 GUD的火枪一会再拿到雷锤以后 他的刷钱速度可能会比你的飞机 还要再舒服一点 而且肉山盾现在还有50秒的时间 VG暂时也是不能组织进攻 再加上兽王的这个跳刀 到现在为止还没做出来 这招出来的是一个黑暗巨魔法师 全能是先拿出了一把跳 尽王这个位置藏在树林里边 应该是选择要准备撤的 DP现在是准备出大勋章 跟想的差不多 他这场比赛确实要撑一撑护甲 而现在场面上他不是很顺的情况下 经济方面很难去做一些比较贵的装备 大勋章算是相比之下 比较廉价的一个去抵抗对方物理输出的 这么一个道具 这场比赛我觉得绿杖还是可以考虑做一做 这里一个流线弹插出来以后呢 火枪可以开始吃蛇肉了 火枪这个战位没有人敢上来打 因为对方你不知道他的VS在哪 这波大鱼跳踩踩住两个一口奶 这里沉默给上以后 看一下兽王能不能走得掉 墓碑插出来以后没有人管 飞机走到前排 先去杀对方的这个墓碑 但是有点打不动啊 这波飞机开启自己的一个高手火爆 打出来很高的一个输出 但是自己还是被击杀了 DP这个时候开始大招 第二时间进入战场 先把对方这个大鱼带走 而且正面战场火枪是怎么死的呀 这个位置 我光在看大鱼这个位置 我没有看到火枪是怎么死的呀 等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我们看一下回放 这一波团战场面上同时出现的事情太多了 实在是 小Y击杀了火枪 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火枪是为什么 会被小Y这个地方直接拉死 看一下火枪的站位 火枪是站在了 小Y藏树林了 小Y藏在树林里面以后 扬住给一个垫 然后这里拉住 再配合飞机的高手火炮 瘦王的死灵树 一直在怼这个火枪 最后一下打出一个平A 我的天 分队的这个小Y是真能忍 插完大招以后藏瘦林了 这波小Y满分啊真的 真的满分啊这波 这波确实是分队太精妙了 这个站位 我当时完全没有时间去看 因为整个战场 在这边 在上面这个位置 上面这个位置 是双方的一个大哥的主战场 而且飞机在这个地方 在打这个墓碑 然后对方的大鱼也在这个附近 我实在是顾不过来 下面火枪的这个位置了 如果我去顾火枪的话 肯定上面看不到 不过不得不说小Y 这波这个站位真的满分啊 太溜了 而且瘦王当时是分出来精力 把自己的这些召唤生物 全都点到了火枪脸上 这个位置跳扬 扬住一个全能 拉住 飞机赶过来 一跳洗脸 一个疯拳 最后是Oray拿到了一个人头 全能这边被击杀 兽王这边团战 打完了以后的经济呢 现在对于跟对方的这个全能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全能的装备在出完跳刀以后 刚才这波团战效果 并不是兽王的跳刀效果好 不过兽王刚才这波跳刀 其实没什么力什么功 还是靠着自己的召唤生物和死灵书 搞的事情 不过兽王不出三级输 这里跳吼 吼住一个兽王 这里给上一个封群 弄死以后呢 这里是出来一个墓碑 200块 那么这场比赛打到24分钟 是终于出现了拿到石杀的队伍 理解还是先拿到了一个石杀 看一下这个VS 沉默给上 没有让他回头给晕 这样蓝胖子赶过来 飞机一套洗澡直接洗死 蓝胖子的这个F还爆了个鸡 连续击杀到了对方三个罗单英雄以后呢 VG是把场面上的一个优势 慢慢的再建立 只不过现在这个双方的经济 在分配上面还是不太理想 飞机在做完分身服以后 是直接去出蝴蝶了 而没有选择去做BKB这个道具 这里小Y跳上来 羊插大招 DP跳上来 开大招 直接找对方大鱼 但是大鱼这个输出好变态啊 点灯以后两下拍死小Y 而且正面战场再想留人留不住了 这里跳刀风胀过来留住一个火枪 火枪这个位置好像没有人能救了 全灯被沉没了 全灯被沉没了 VS换一手 火枪还是活下来了 这个时候火枪开始转头给输出 VS还是被一个风群直接带走 飞机在这个正面战场 这里被对方给上一个点灯 以后点得有点疼 开分身服解掉对方的一个点灯 两个小 两个小木 僵尸没人管吗 这个位置看一下 聚业者没有G 没有G 火枪被吹起来了 火枪被吹起来了 在G之前是已经用过了这个时候 聚业者这波硬生生没有死 团战最后打成了小Y的一波一换二 就要换掉对方一号位大鱼 这个大鱼真是有点自己上来送死的一个感觉 状态太藏了他上来的时候 大鱼现在已经达到了17级 天赋上面选择的是攻击力深海重击伤害和20级肯定会加这个50攻速 最后一集层天赋肯定是会加这个15%的一个重击概率 话说大鱼这个英雄现在真的改的挺变态的 他这八个天赋都是逆天的天赋 他最后一集这个亲事物啊 这个技能如果要是说不能驱散的话 对于对方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就是你开着BKB也顶不掉他 分身服也顶不掉他 然后任何方法都驱散不掉 也就是对方意味着永远有你的视野 而且你身上这个副甲是取消不了的 减甲效果取消不了 这个对于比赛当中的一些大哥位影响真的挺可怕的 谁做出来 伊加托斯啊这是 狮王做了伊加托斯出来 大鱼这个时候跳捞封脸BKB 然后其实做强袭 大鱼这个经济现在是被DP返超了 DP这边现在是第三 狮王的经济还是有点差这场比赛 VG目前的一个阵容还是减甲太凶啊 现在就看VG这帮人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这个护甲再叠的高一点 死亡先知这里选择是要出兵甲 这场比赛VG这些人出装的时候 这VS在哪 VS在哪 VS被沉没了 VS又被沉没了 看见大鱼 大鱼这个地方是被空插了 小Y一个空插插住大鱼 大鱼开始BKB直接被飞机怼死 飞机一波疯狂杀戮之间 五人团灭 飞机这波输出疯了 打疯了这个输出 飞机开始自己的高热火炮打疯了这个大招 DP虽然说是被秒了 但是这波你把DP秒掉了以后 小Y的空插插到大鱼 飞机没有人管 这个蝴蝶飞机第一波把对方直接打崩了 五人团灭 这要破路了直接 而这个沉没 DP的这手沉没真的太牛逼了 他把对方的这个VS沉没住以后 VS换不出来这个火枪 虽然他自己是被秒了 但是把对方的这个VS秒掉了 把VS沉没住了以后 这波很关键 等于对方没有放出任何的技能 全能量大都没交出来 直接就被飞机直接团灭了 打疯了呀这个 他疯了呀这个 我的天啊 飞机这波打完了以后 是直接跟出来了自己的一个撒旦 封脸一拆出撒旦 还有一个短棍 这波VS又是开着雾进肉山了 又开着雾进肉山了 这个位置 火舞飞机一个飞弹甩出来以后 这里VS第一时间被对方扬住 这里给上了一个驱散 但是飞机在另外一侧 大招已经砸死了一刻 而且这个大鱼又被秒了 跳刀DP风胀吹 谁来对方的一个全能 火枪只能自己一个人 成败退之势 回到了自己家的高地上面 四个队友全都被秒杀了 这波团战 这个VS刚才这波团接的 简直是莫名其妙 打着肉山打的 这样的话我已经完全不需要 再去打盾了 我直接过来掺一两路就可以了 你只有一个火枪 你现在火枪是不敢上来搞事情的 一个跳刀DP 一个跳刀的兽王 一个跳刀小歪 你上来我就弄死你 我只能说欧队这样比赛 这个跳刀出的太溜了 我其实一直在想这样比赛 这个DP能不能去出这个跳刀 但是我没敢输 因为DP这样比赛太穷了 他太穷了 这样比赛前期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出不来这个 自己的这把跳刀 结果没想到是强出 出来了以后 这一波是插了个舌帮来拔对方门牙塔 似乎是有点着急了 回头过来打入三段 这儿有一个双倍扶 双倍扶 飞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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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 还要再清一波对方家里面的野 飞机又做了一个蝴蝶 军队者身上看了一眼有了个短棍 不知道这个短棍 该合什么又出了个蝴蝶 双蝴蝶加撒旦 护甲已经高达三十点 还是基础护甲 我去 这个绝者这个飞机打疯了 飞机现在的闪避已经是高达57%了 两个蝴蝶 天赋上面是攻击力 高手火爆刺势50一速 双蝴蝶这波真的是凶啊 不过这个守高地啊 毕竟现在对方的这个火枪的站位比较好 这个要守高地 想强上的话还是不太不那么容易 就是在对方VS全能大于这些人 包括狮王的站位都比较理想的情况下 你想强上这个高地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对方下路二塔拆掉以后 回头过来去拔一下对方下路圣坛 这样呢现在地图上 VGA已经是没有控制的范围了 而且由于这个跳刀的 跳刀太多了现在 这里开一波雾 开雾的话 是打算从中路绕上去找火枪 这个架势应该是 但是现在他们并没有对方高地的视野 这个位置上来以后呢 是先把那盐给拔掉 这里蓝炮的破卧 小歪跳上来扬一条火枪 就是看一下这个兽王 这个兽王 兽王站位不是很理想 但是飞机的这个高射火炮的输出又来了 飞机的高射火炮直接用PLA配合队友 带走了对方的一个大鱼 大鱼死了以后DP开大 正面这场强拆你建筑 飞机这种手上有盾 完全不怕 开启撒弹 心满了 四个平A 心满了这个血量 飞弹砸下来 下路高地高破 现在飞机身上还是有着肉栓盾 而且DP的这个大招身上没有人管 血量虽然不多 但是身上有奶酪 身上有奶酪 这个是一个F的定住 跳刀上来 给一个兵甲 奶酪要不要吃 大招结束 回来满血 GG 恭喜VG 恭喜VG2比0 战胜了VGA 这场比赛打的真的是漂亮 VG 这VG 其实这场比赛阵容真的不好处理火枪 我真的 偶尔这个跳刀封杖 这个跳刀封杖的DP上来打先手 太亮了 而且这场比赛VG有很多次非常非常精彩的团战 呃 这支队伍现在整体的一个状态确实好到爆炸 只能说是 这场比赛一号位大鱼没毛病 啊 就是你用来打一号位没毛病 只不过就是说这场比赛 呃 我只能说是VG确实实力要更强一些 你要说VGA这场比赛的发挥有什么问题 我真的不觉得有太多的问题 只不过就是每一次当VG开始去先手秒对方火枪的时候 每每当VS调整到自己的站位想要去给换的时候 永远都会被沉没住 永远会被DP给沉没住 这个你就没办法了 这真的是确实VG打的太强势 太强势了 这个真的是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先录到这 然后咱们准备去 我去准备给大家去挂上船 挂上船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打场 推荣蜜丢香蕉给我 那么也是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咱们稍微休息 一会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下一轮的比赛 呃 由于赛程的问题 应该是只能去给大家带来这个继续打 A组的比赛 接下一个A组的比赛 下一场A组的比赛 是老飞羊打SG 也是咱们敬请期待 好了这场比赛就做到这 咱们稍微休息 下场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